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在中常會議上提出了選民投票三大條件 他說民眾先是看候選人提出的整體方向 是否符合國家需求 再比較蔡政府還有馬政府的執政差異 最後則是要看候選人的個人條件 持球投出賴清德這架勢 一看就知道有練過 仔細看在一旁蹲補的 竟然是嘉義的立委蔡逸宇 全套裝備來拍定裝罩 大秀創意 再度化身 賴桑把居住和青年政策 用短影片的方式呈現 要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的賴清德 在民進黨中常會上 更提出民眾評比候選人的三大條件 先看國家總體方向 是否符合國家需求 千鈔馬政府和現任蔡政府的施政 也是參考指標 最後要看候選人的自身條件 是否值得您手中的這一票 賴副總統就是我們未來最好的台灣隊長 他是一個穩健 而且他是一個有理想性 然後會堅持目標 而且去努力達成目標的人 賴清德主張 執政黨應該勇於接受人民檢驗 比政策拼實力就是候選人們通往總統大位的重要基石 記者領先就紅衛才還特別報導